精華美麗 GOOD 哈囉大家好,我是孫堯 自從我轉航當模特兒以後 為了配合拍攝和走秀的時間 生活作息大亂 導致我的毛孔變得很粗大 出油的狀況也愈來愈嚴重 甚至是會狂長痘痘 皮膚老化的程度讓我嚇了一大跳 但聽朋友說 精華一美可以解決我的膚況問題 真的嗎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我在的地方就是精華一美的大廳等候區 其實在諮詢療程之前 心情難免有點小緊張 但是這邊環境蠻舒適的 讓我放鬆了不少 今天我要來做的是皮苗激尾酒雷射 還蠻好奇這到底是怎麼樣的療程 那我們立刻來問醫師吧 醫師你好 我因為轉行做模特兒的關係 平常要配合拍攝以及走秀的時間 生活作息大亂 在這一年間我發現我的毛孔變得越來越大 出油的狀況也越來越嚴重 甚至會狂長痘痘 但我平常都有認真的運動 然後也有認真的抱養 我想知道為什麼我會突然變得那麼閒鬧呢 其實孫悠你看起來的皮膚是比較油性的肌膚 皮脂線的分泌會比較多 容易卡在你的毛孔 造成毛孔一些阻塞 所以自然毛孔會比較大 那再加上青春期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痘痘的問題 還有現在一些粉刺的情況 所以臉上不免有一些痘疤還有色素沉澱的情況 像這個你應該現在還蠻困擾的 所以以你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想如果要調整你的工作時間啊 或者盡量避免太陽的曝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會建議以你目前的情況來講 可以接受平良肌尾酒的療程 那它是用兩種機器 用多種頗長的顏色 一併改善你皮膚上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皮膚上的問題 是比較複衡性的問題 不是用單一種顏色就可以改善 那我們術後還有一些保濕啊 還有修復的療程 其實對你目前的情況來講 應該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皮秒肌尾酒的療程裡面有包含 彩衝光的治療還有皮秒雷射的治療 那彩衝光的部分主要是因為它的波長的關係 可以針對我們臉上一些比較泛紅啊 血管絲還有痘疤的部分改善 那皮秒雷射是因為它可以短暫的時間 造成極大的光震波效應 所以對於我們皮膚一些黑色素能夠有效的改善 那另外它產生的光熱能效應很低 所以不容易造成皮膚的受損 對於日後反黑的機會也比較低 能達到皮膚最好的修復 脈衝光的話它主要是因為它的波長的關係 可以針對我們皮膚的一些痘疤 血管絲以及比較泛紅的地方做改善 而皮秒雷射它其實應用的範圍更廣 因為它主要有兩個探頭 一個探頭可以針對我們黑色素的部分改善 然後另一個探頭它有蜂巢的專利科技 所以可以在我們的皮下的真皮層造成空泡效應 能促進底層的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的增生 所以對於一些比如說有細紋啊 或者是痘疤毛孔粗大的人來講 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每做一次都會有很大的滿意度 我們雞尾酒療法過後其實可以選用超音波的導入技術 每秒100萬次的一個震動方式 把小分子的修復精華導入到真皮層 而且我們在療程過後甚至可以搭配選擇直萃修復面膜 它的保護精華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達到保濕修復能力的加強 讓我們的皮膚盡快恢復到彈润光澤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還有一個優點可以大大降低我們的雷射後的反應機率 在雷射搭配我們的保養的同時可以打造全方位的保養修復能力 其實是不需要麻醉的它只需要敷麻就好 我個人的話是比較耐痛的 所以過程中我只覺得有點熱熱癢癢的 其實旁邊也會有冷風機在旁邊吹 所以可以大幅減少我灼熱的感覺 如果你自己個人是比較不耐痛的話 你也可以跟醫師討論一下能量的強度 療程結束當天回家以後 大概就退紅了六到七成 隔天的話只有就是比如說我豆疤局部加強的部位 還有一些紅 好像跟個人代謝有關 然後療程第五天以後就覺得皮膚變亮了 大概一週以後就完全恢復了 其實保養還蠻簡單的 只要做好保濕跟防曬就可以了 但其實我工作都會上妝 所以我會盡量選溫和的洗臉和卸妝的產品 再搭配好做好後續的保養程序 所以反黑的機率也會大幅的降低 對肌部的傷害是蠻小的 敏感肌也是可以的 但我還是建議如果你想要做皮膚炒肌尾酒雷射的朋友 要充分的跟醫生溝通說明你的狀況 那醫生一定會幫你評估 大毛孔 油膚炒肌的問題困擾了我好多年 用了很多保養品都還無法好轉 在做療程前 我一直沒有抱持太大的信心能解決問題 但透過醫生的溝通 讓我了解皮膚炒肌尾酒能帶來的功效與好處 療程中醫師也會和我聊天 分散我緊張的情緒 也會關心我的狀況 隨時調整十大的能量 非常感謝醫師的專業評估與建議 讓我療程過程中感到很安心 輕鬆就能擁有明星般的變化蛋白肌